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事實上我覺得學生他要在從事一個表演的時候 他之前一定要讓自己的身體是可以被表達的 那在進到教室裡面來他們的身體 我們不知道他上一節課的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一定都是非常僵硬的 所以暖身非常的重要 這個暖身他是進入在表演很重要的一個歷程 等於我們說的暖肌 所以那個活動是很必須的 很必須要讓他身體具有表達性的一個破綻 好 來 我們也是從Image開始 三秒鐘之後請你做一個金字塔開始動作 做自己的 金字塔 金字塔 好 來 放鬆 來 繼續跟我們走 三秒鐘之後 你是 大氣層 開始動作 三 二 一 一 定格 大氣流程 對流程 好 不要動喔 大氣層 有人看著大氣層 OK啊 OK 可以解釋就好 大氣層 腦袋有夠 臭眼狗 臭眼狗 大氣層 OK啦 為什麼 你們基底做一個大氣層 透過這個方法也可以讓他能夠紓解一天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 在這種課程當中 男生 除了讓自己的身體能夠準備表演之外 我覺得紓解壓力或許這也是一個 一個理由 三秒鐘之後請你做難過 開始動作 三 二 我們除了進入到表演教室表演活動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再給學生多一點 今年我導入了這個 PoEra的這個線上學習的平台 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這裡 他們有一個地方 他們有時間 想要學習就學習 現在做的這個叫做摩克斯 就是翻轉 就是他們可以自主學習 要讓學生心甘情願地學習 所以他們發現 我這個禮拜三 我要開始上表演課了 所以我禮拜一的時候 這一週我要上什麼呢 他可能用手機 他有上網的功能 他就可以看 這一週我要幹嘛 其實一定比較幫助 因為我看的課 是兩堂 是第一第二堂 第一個是講奧古斯都波瓦那顆數 第二次就是欲望彩虹 那個奧古斯都波瓦那樣課 並不會去實際操作 所以在讓我們去大概了解之後 在下一堂從欲望彩虹開始 我們去進行實作 可是當你沒有去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這堂課真正要傳達它是什麼 它的背景來源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真的去看完那些影片 然後你再來去上這堂課 那這堂課的回饋才會是更高的 影片裡面擺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比較知識性的 理論性的部分 然後就是如果在課場上講的話 其實同學不會想要聽 對那我覺得你放在影片那邊 就是你想要聽看的人 就自然就會去看 對這樣也不會耽誤到上課 就是其他做操作的部分 不管是慾望彩虹或是腦內的警察 他其實都是被壓迫著劇場體系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在讓他們看到自己其實在做一個決定 或者想要做一件事情 後面到底那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慾望彩虹的慾望指的是什麼 我們想做一件事情後面的 或許我們做這件事情那個動力 現在呢我要請你們呢 跟對方講 一個人當主角 另外一個人當他心裡面的慾望 譬如說老師這樣體重很重了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很愛吃 然後我每次我這樣的時候 看到2-pipe 我都很想要買它 但是我已經超重了 所以我很想要吃雞排 這個慾望 裡面有一個什麼東西 貪吃鬼了解嗎 好來貪吃鬼抓出來 你們覺得貪吃鬼的形象應該是怎樣 貪吃鬼 鋪肚子 刺激 刺激 然後咧 刺激 你覺得貪吃鬼應該講 告訴我跟導演 告訴我 要做人 可以 然後嘴巴隨時隨便在找東西 主人啊 趕快去買去買啊 然後 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時候主人對講的 欸不行啊 我現在也是這麼怕耶 但自己的慾望可以怕 好 30秒是讓我這樣行李對話 好來請開始 請開始 好 時間到 好 來 好 來 掌聲鼓勵 主角講一下你想做什麼 對我洗澡 不想洗澡 為什麼呢 對 對 冬天太冷 所以 你不想洗澡的原因是怕冷嗎 對 所以這個是怕冷精靈嗎 不想洗澡 不想洗澡是一個動作 但是你為什麼 什麼東西導致你不想洗澡的原因 什麼 不愛乾淨 不愛乾淨 謝謝你妹 3 2 1 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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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 不要動 定格 請跟你的運動對話 GO 你又醒走了 你又醒走了 呃 留下一個人進口 等一下 你們三個都喊過來了嗎 你們現在變成運動 這是主人喔 有沒有發現 他已經知道他沒有洗澡 可能剛剛的運動叫主人 不要洗澡 他已經變反了 有沒有發現 這是笑容示範 還是給他們掌聲鼓勵 謝謝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可以讓你好好地省思 你平常在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 給一個機會 讓你有一個機會去好好 想過你做過的事情 或者是你有過的一些想法 有點三思後行的感覺 好來 掌聲鼓勵 謝謝 好來 最後一組 來 最後一組 來 最後一組喔 來 嘉義的來源 好 跟練習 鬆氣 來 3 2 1 走 看鏡頭 看鏡頭 有幾個家裡的 那你這樣知道 你在工作 會怕你能挪落地毀人 對 對 對 有的時候等等的演員也是一種壓抑 這個警察他就是讓我們去做一件事情阻止我們的原因 阻止我們去做任性的原因 我舉個例子 老師很想要換一個吉他手 因為我很喜歡音樂文藝 這些人 那為什麼我後來我沒有成為吉他手呢 為什麼 可能就是比較沒有前途 所以沒有前途就是阻止我當吉他手的一個警察 然後我的家人反對我學那個 那你幹嘛啊 那可以有什麼出路啊 家人反對 所以阻止我們去做一件事情 那個原因 我們就把它叫做腦中的警察 重點是你想要交女朋友 但是你卻不去做 這是重點 不去做的人 你想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卻不去做 為什麼 我忘記什麼 我要考考考 因為要考直考 好 那一個警察出來 我想教你沒有 因為我常念書 要考直考 你覺得這邊哪一個可以換人 來上來 先做一個image 就是直考 或者考試壓力 來 我們先看這個image是什麼 3 2 1 請看 好來 看著他這樣吃嗎 可以嗎 第二個原因 教女朋友 會花錢 來 所以這個警察呢 是 一個什麼樣的形象 阻止他花錢 阻止他花錢的形象 來 阻止他花錢的警察 那個 吝嗇的會計師 3 2 1 定格 可以嗎 吝嗇的會計師可以嗎 可以 什麼力量阻止我們 找對象 好 好 每次 3 2 1 你 收了 我來看看 你 算了吧 你自己看人家 你什麼天同學 你會想問問他 你有這樣不要會 他 有會跳舞 他真的比起來 那些人都那麼溫柔 那你的體樣 你真的在想什麼嗎 你脾氣又差 對不對 已經 漸漸要放棄一件事情 你還沒喊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開始求救 什麼要求救呢 就會問觀眾 你能不能幫助他 幫助他 很簡單 在他跟這些警察對話的時候 在他的耳朵 那透過 欲望彩虹跟腦中警察 其實可以看到他內心當中 他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動機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很珍貴的 而且 把內心的這個原因跟動機 把它具象化 然後把它 用表演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你還可以跟 你的內心的這些想法去做對話 我覺得 其實我一直把表演的這個過程 比最後結果來得重要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過程 有意無意當中 你可以看到很多 自己不同的面貌 我想一個人 應該沒有 沒有說很單純的 只有一種面相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我們內心的很多的相狀 我們就會更了解自己 上學期我們幾乎都是在做 肢體上的表達 這學期是在做 比較像是對心理的對話 可是這樣也是一種表達的過程 所以從這樣的課 我們可以學到 對我來說 我學到不同種 去表達自己的方式 不管是用 那個身體 或者是用我的言語 因為高三比較特別 有考試的壓力 所以在他們學測之前 就是高三上學期 整個都是肢體的開發 然後跟表演的訓練 他們會更放鬆地看待自己的身體 然後到了下學期 因為有些人要為未來的生命 有一個轉捩 所以我才導入了論壇劇場 還有被壓迫者劇場 就是在檢視 用劇場的方法來檢視自己 然後去討論生命的一些現象 好 來 那我們就來進行論壇 什麼叫做Spect Actor 舉手回答 觀演者 他是幹嘛的 就是他可以看一看 然後他覺得這地方就進去演 OK 好 那我們在看一場戲的時候 觀眾可以站起來 替取舞台上所演出的角色 替代他 然後上去演 所以觀眾同時也變成演員 請問一下Joker是什麼 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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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 關鍵人 Joker看起來像是主持人 可是Joker 他不只是主持人的角色 他的腦子要非常清楚 而且呢 這場論壇劇呢 劇場它所呈現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他要能夠分析它 一個好的Joker可以讓你的論壇劇場做得很有深度 普通的Joker呢 就會讓你的論壇劇場呢 只是一個表演而已 然後大家嘻嘻哈哈就結束了 Joker就是他的醜客啊 他其實是介於舞台跟觀眾席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啦 他是一個橋樑 一個好的Joker甚至可以用他所有的技巧 引發觀眾對於這個舞台上所表演的議題的討論 我們做論壇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革命的預言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會遇到一些事情 把一些事情呢 在舞台上預先的演出 當有一天我們真正的在真實生活當中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會比別人多一些想法 甚至我們就會採取比較正確的行動 現在就來進行一場論壇喔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啊 現在目前是236的公車上面 這個人呢 他是一個政治大學中文系的女大生 一年級 個性害羞內向又溫柔 現在的時間呢 是早上的6點30分 大家有看遠方那個藍衣服的那個男子嗎 他是一名中年的失業男子 他本身也是住在木柵 他每天都會去西門町打網咖 一整個晚上通宵 然後一大清早在揉著眼睛呢 這個 坐上公車 回到他木柵的租屋處 在這個236的公車上面 到底這個中年失業男子 跟這個女大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來 請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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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好嗎 請問一下這個中年失業的男子 對這個女大生做了什麼事情 生出狼爪 生出狼爪 轉光車吃汗 我現在問各位 請大家幫我找一下 在這個場景當中 誰是被壓迫的人 狗鳳鳥 好 不要鬧 當然是他嘛 他是一個被壓迫的人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說的 革命的預言 如果是你 你是這個女大生 你遇到這個情況 你會怎麼處理 吹哨子 按那個防狼鈴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請他再演一遍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故事啊 你很想要介入 你覺得這個這個已經看不下去了 我一定要採取行動 請你在觀眾席直接喊停或咖 然後這個演員就會暫停動作 然後你就上來替代這個演員 這個女大生 男生女生都可以喔 好來我們再演一遍 第二次的演出齁 我們來看 想要救他的可以喊咖喔 好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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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來 你先坐在那邊 來 準備喔 好 三 二 一再開始喔 不要緊張喔 好 三 二 一 請看 我上你的手 我上我的手 我上我的手 我上他的手 你現在要走 你知道我長輩一定要跳到一個曲 不這樣子欸 好 停 好 來 聽我講喔 我們會發現這個替代原本的女大聲的同學 她其實採取了一個非常非常淡定的方法 來去應付這個公車上的騷擾世界 可是我們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喔 欸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女大聲的性格 批變 因為我們剛剛預設這個女大聲的個性是 害羞 內向 溫柔 所以這樣子的這麼淡定的行為啊 這麼有經驗的行為 應該比較不會出現在她的身上 這邊請求各位同學 你們一定要站在這個女大聲的 她現在的處境來看待這個問題 不過可以翻轉了她原本的那個 所預設的那個性格 還有你也不要改變了客觀的情境 我們有時候要幫助別人我們都會覺得 啊 你就怎麼做 你們就怎麼做嘛 可是我們都不會想她做得到嘛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待會大家要把故事都想好 然後我們這一週已經開始就任何劇場了喔 然後我就先跟各位講這一週做的狀況 他們演完之後找不到被壓過者 在故事當中 或者是被壓過者很不明顯 很不明顯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要幫助誰了 然後我現在呢會發下彩色筆 以及必報紙 請你把你們的故事 主題 還有角色呢把它寫在必報紙上面 我覺得很大概把我們要做什麼事講一下 就是 蔡振權她就是是一個請求 從以前以來就很想要就是當總統的一個人 然後這個正版是一個她的心理另外那一個 欸 好啊 我覺得你們太誠 敘述太多了 因為你只有二十分鐘 還要叫請觀眾上來teach 哇 低冷了 你弄到被耳辣好不好 得知股票 OK 人家出才會股票 比如說第一個點是家裡面 第二個點是找不到工作 第三個點是什麼 然後你停在 然後你可以問觀眾 要從哪一個點介入去改變她 喔 羊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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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們要解決誰的問題 誰羊母 我是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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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來 我們最後三分鐘喔 好 趕快把你們故事大綱寫好 然後角色分配好 我們等一下呢 要請同學來發表了 好 我們這邊只要先寫這樣 我們這邊只要先寫這樣 好 我們這邊只要他推翻這個 可是這不是指 沒有沒有 不要被推翻 結局不要被推翻 這只是被壓迫 對對對 該怎麼辦 就是open的 open的 就是一開始的畫面 寫出來 然後就是沒有人要買 然後警察就會寫也是先趕走 欸 我家裡那個車子 的精神之前沒有出賣啊 那你們現在啊 那你們現在啊 把這個事件 把它演出來之後 你們現在就是 要停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你可以演一演 然後說咔 好 通常我們會希望啊 停在那個地方 是最最最最 最有壓 最壓 壓力最大那一點 被推倒 然後說來 然後說他 說服老闆 說服老闆不是你講的 你要很清楚戲喔 怎麼走喔 你知道的意思齁 好來 這樣我們把一個問題 呈現出來之後 我們能夠有什麼樣的 方法可以改變他 這個是重點 這個是重點 一定要抓住 尤其是joker 被偷走 被偷走 我們昨天在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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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就是我們第一段講的 就是網路可原的 就是第一個壓迫 那現在邁哥 他面臨的窮性 就是說 網路上就是想說 他們就在一起 那 原本就直接帶走 他面臨到就是 他明明不想過 那 那我們接著進 第二個 就是 他用第二個方式的壓迫 那第二個方式的壓迫 是 我們朋友直接到韓韓 去參見 然後就講 就是 對 joker盡量一段 讓他喊咖 然後停下來 然後讓你講 對對對 妳要喊他一下 妹妹 請問妳找誰嗎 我找五郎的住戶 五郎哪一間 五郎是第一次 小胡 請問 妳是 我是他的女朋友 好 那麻煩這裡的第一次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的 我愛他 怎麼就是他 我愛他 我愛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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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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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麥哥在這次在韓家裡邊 然後女主角 第二次就是 暗電影廣播 跟她的 導演打壓過 那這時候 麥哥他面臨的困境 就是 突出了不死 因為進去的嘴巴體 可是他追在家裡面的話 就是 電影會一直暗電 那他 就是不升旗 那 那女哥使出他的 第三招終極 第殺手段 那來壓迫 胡偉忠 就是逼他 逼他們 過去 那我們就OK 開始 胡偉忠 胡偉忠 你給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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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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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啦 你給我 下來了 快出來 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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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不死的話 我一直看他就算 但是 他死了 那不算命算死 好 那這邊是我們第三招 對 那到最後比較激烈 比較激進的手段 所有人都死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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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或者人都死來威脅 對 你們要幹嘛 老大 大家要有同理心 這其實還滿嚴重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應該 應該沒有這麼好笑 對 如果你是當事者 應該他沒有那麼好笑 所以大家要調整一下那個心態 剛剛我的提醒是 我怕 當大家開始笑的時候 其實這個整個戲 已經有一個立場了 所以我只是提醒 但在其他州 其實都是這樣 他們很容易會 會 會 會覺得好笑 然後但是他反而就 不知不覺地在壓迫別人 但他不是惡意喔 但我覺得老師的職責 就是要提醒他們 好笑 好笑 第三個 請大家不要出戲喔 在這個角色的情境當中 不要很快地 就離開這個角色了 Joker 下 好 再一次 不會啦 有錯 不會啦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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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一點喔 寶貝你先下來 寶貝你先下來 我不要 好 我可以做喔 真的 我可以先下來 我可以先下來 打破了 打破了 打破了嗎 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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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是我自己要出差 寶貝你等我一下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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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文君嗎 我喂 請問你哪位 請問你哪位 如果是那個 那個小福的 還有 喔 好 或是那個 不會的話 就能撐我 小福跟我這樣講 要這樣跟他講 好 所以他不真的是 對 好 那 現在剛剛 呃 成績那個方法就是 緩兵之計 就是先把 就是 過去一點點下來 然後先解決這個 臉前危機的壓迫情況 那之後的事情 他會用 很多車禍指標的方式 但他沒有這個資料 那我們要試試看 第二段 就是第三段 或者是第一段 其他東西 好 好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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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 striving 誒 誒 誒 你 你先去那邊等一下 我有事跟哥哥的 好 那麼要快ến路 我等一下陪你朋友 幹嘛 示範 voting 支持 你在幹嘛 誒 不要把她弄話 誒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這樣沒辦法解決問題 大家都看到了 這次還不是檢舉一個 還不是沒有 好了沒啊 在家 我們訂了餐廳時間要到 取消 我先到我們 我剛剛聽說我們不合啊 誰給你吃 交給你了 誰跟他吐爆鼻子 有什麼啊 我們已經 昨天一起上傳 親密的照片了 是你傳的 又不是我傳 一起上傳 是嗎 我認識到是不是 自殺 好大家 大家 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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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同時 他要去 針對這個網路表演的東西 以前去做一些回應 讓他去檢舉 然後去先封鎖 先檢舉一些 再封鎖 那之後 過去再倒塌的時候 他就明確告訴他 沒有要做 直接就是 直接倒塌 就去解決這個 除了所謂 那今天我們 看起來都解決了 眼前的問題 一個呢 就是騙女友說 那個車禍 我覺得有點扯啦 就是 先解決 先給他下來 保持生命 這個我是肯定 我覺得是OK的 可是後來就是說 蛤 我出了車禍 然後他死掉 這個叫朋友 這樣跟他講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扯 因為應該還是求都未丟吧 至於以後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後面是 我覺得 可能還要再想一個 更重演的辦法 這個第二個啊 那個網路的回應啊 就是 分手了 然後就當面的 距離他跟他講 我想 既然他一直不斷的 有這樣的行為出現 就代表 這樣子說 你說分手 但是對方 他不認為我們是分手的 他是不願意的 所以我覺得 第二段他並沒有解決問題 了解嗎 第二段他並沒有解決 實質上的問題 所以可能還要再想一個 跟周妍的方式 我看了這個戲 我心裡面有點小小的難過 因為我的難過是說 所以說 一段原本是美好的感情 但是最後卻用這種方式 用騙的 然後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 我覺得 這是 蠻 我看起來 如果是我真的會很痛 你知道 有些感情為什麼要用騙的嗎 因為你說 你對方沒有辦法接受 你任何一句演習 因為 因為他們真的 你要跟人才講鬼話 跟人才講鬼話 跟人才講鬼話 好 OK 太年輕了 可是這也是自己造成的嗎 對不對 我覺得他自己造成的 可是我說這也是我們 我們一開始去造成的這件事情 如果 你們一開始就沒有在一起 他就不會有關係 話說得好 跟這次扮演見 好啦 那老師 只是給各位一句話 就是 千萬要記得 要照顧好自己 他不會只是 就是跟我們玩樂 或是什麼 對 他會有一個想要講的東西 然後他也會 就是 我很喜歡 老師就是他會跟我們分享一些 他自己的經驗 當你的大腦一直沈浸在某一個環境的時候 會僵化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課程 可以讓我們適時調整 我們腦袋的思考的迴路 對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狀況 的確有助於我們身心的放鬆 平常的課目都是在增加知識之類的 但是很難得會有一個課是來認識什麼 戲劇啊 然後讓自己了解自己的身體 或者是內心 然後或者去呈現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他平常都跟我們就是嘻嘻哈哈 可是只要他談到這部分的話 就是他會很認真去講 然後他會就是很震驚 然後他會就是很直接 然後很清楚的 把他想要帶給我們東西告訴我們 讓他可以把我這種就是 就連動都不是很想動 就是最後是可以把我就是帶出來 然後讓我在表演課的時候 願意上台去做就是這樣的活動 之前你看國中其實有這種表演課什麼 可是就是沒有遇過這種老師 而且我覺得就是因為他 所以正大附中表演這個課 才會比較有意義 這門課本身上在高三 我真的覺得好可惜 因為他應該還要再提前一點 把他高二高三上的時候 那紓壓效果就可能就更好一點 這個劇場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是一個發言的場域 我們讓孩子在上面可以盡情的發揮 盡情說他所想說的 然後老師的職責就是提醒他 然後告訴他有很多的立場跟觀點 讓他自己選擇 我不會告訴他一定要怎麼做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分享的過程 我覺得有的時候我在學生身上獲得也很多耶 所以我很感謝這些學生